各位同心,我現在開始上課了,大家請多 各位同心,我現在開始上課了,大家請多 各位同心,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的題目就是國格格 我們這個國格格,雖然說得很簡單,只有四個條件 我們做一個國,國格這個國,中國人選擇很簡單 以前他們的公法,國就是諸侯,諸侯所管的地方 就是要這個國,諸侯所管的地方要怎麼辦 就是要城牆裡面,要大東干戈,要殺人滅口 這樣才能成為國,這是中國的思想 要成為家呢,中國的思想很簡單 就是,家裡的家就是成為家 知不知道,這是中國的文化 如果是國際上的文化,就不一樣 國際上的文化,我是法理行為 今年十八級,國際班牌三級 現在在新德州 這是最關歐巴馬在說的 二十日就是前天而已 將擴大對俄的制裁 就是對蘇俄的制裁 什麼問題就是蘇俄侵略烏克蘭 國家,要成為一個國家 其實只有四個條件,就四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就是人民 要有固定的人民,要有確定的人民 第二個要有土地 第三個要有政府 第四個就是要有外交權 要成為一個家,也是一樣 你不要認為家也很簡單 我就是一個家,不對 要成為一個家 國際上的說法也是必須要有人 第二個要有住的地方 第三個要自己能夠管理自己 第四個要跟鄰居有辦法交往 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家 不像中國人說的 只那人說家 只要在家裡面養豬就是家了 這一點從他的字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這個很簡單 為什麼歐巴馬說要制裁蘇俄 因為萬國公法裡面規定 不可以侵略別人的國家 所以歐巴馬說你蘇俄侵略烏克蘭 在3月17號 美國和歐盟說 入侵克里米亞 你必須要負責任 為什麼 因為克里米亞已經是屬於烏克蘭的國土了 俄羅斯的官員 要對他實施 這個資產的凍結 還有禁止他的簽證 就是禁止他出去出國 3月20號就是前天而已 還宣布這個命令 擴大對蘇俄的制裁 這什麼原因 因為國際法裡面就規定 不可以侵略別人的國家 這是烏克蘭 烏克蘭剛剛 脫離蘇俄沒有多久 剛脫離的時候 總共啊 推倒列寧的那個銅像 大概有100多個 因為以前烏克蘭 是蘇俄的一個加盟國 等於是蘇俄的聯邦之一 烏克蘭的科技非常進步 大家有沒有記得那個 中共買了一部撩蓮 那個撩蓮就是烏克蘭做的 烏克蘭因為那時候經濟太差 就把那個烏克蘭那一台撩蓮 給炸掉 要當廢鐵麥 結果共產黨就說 那我們把它買過來 當海上旅館 海上旅館是講好聽的 其實他是想整理 當成航空母艦 歐盟在今天增加12名 蘇俄和烏克蘭的人 得旅行政見的禁止 禁令還有資產的凍結 總共蘇俄就已經有33個人 被他資產凍結 這是烏克蘭他們的人民 他們在抗議 他說我們要加入歐盟 不要加入俄羅斯 因為烏克蘭有分兩派人 一派人親歐盟 一派人親俄 所以這一派人 當然想要加入歐盟 另外一派人就想要加入俄羅斯 這個普丁 將烏克蘭克里米亞 納入他的國土裡面 這是這一兩天的事情而已 美國和西方 剛開始因為他們反應還不急 所以會輸了第一局 歐巴馬宣布對蘇俄人 實施進一步的制裁 為什麼美國可以對他們制裁 因為美國號稱是世界的警察 亞努科維奇 這個總統 在烏克蘭 吃香喝辣 聽說他的那個別墅 花了200億 非常豪華 這個列寧的銅像 紛紛被推倒 這個副總統 美國副總統 對波羅的海的國家領導人表示 美國 與他們共同 站在支持烏克蘭人民的一邊 反對俄國在克里米亞半島的擴張 擴張就是勤裂 這就是蘇俄 俄軍 進入克里米亞 他派兵進去有什麼理由呢 當然 進去的別人國家一定要有一個理由 要找一個理由 普丁找的最好的理由就是 要維護俄國人的人權 因為烏克蘭有很多俄國人 所以他要維護這些俄國人的人權 所以派兵進入克里米亞 是平民國人權 在美國的總統 在立陶宛的首都 舉行聯合記者會 說 只要蘇俄 繼續沿著這個黑暗的道路走下去 他們就將面臨越來越大的 經濟和政治的孤立 所以他們西方的世界 對這一套萬國功法非常的清楚 蘇俄他也很清楚 所以他要找一個理由 說要拯救蘇俄的人民 這一套就是遼蓮號 遼蓮他花了2000萬美金 2000萬美金 那時候跟廢鐵一樣 新鮮溜屁 有的烏克蘭 拐回到大連港 同樣又花了2000萬美金 還拆好的時候 你知道這隻是什麼名字嗎 剛開始的時候 他不是叫做我兩公 剛開始的時候他說要叫私郎號 私郎就是公台 那個青條的官員 你們不知道這條航空母艦是要做什麼呢 航空母艦的目的 只要做機場 沒有什麼目的 航空母艦其實沒有什麼武力 他上頭也沒有大炮 也沒有火鍋 你看看 他的目的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飛機 他的艦頭機 雷達機 P3C 直升機 都在這個機場上面 所以喔 你的一台航空母艦 如果沒有飛機 這台上面是飛鐵 今天的問題喔 不是美國能為 波羅的海的國家做什麼 而是我們共同做些什麼 這講得很清楚 我們共同喔 他不想自己處理 聯合整個歐盟 來處理這個問題 美國不需要自己處理 因為啊 北約國家有28個同盟國 俄羅斯喔 加入叫做基巴 什麼叫做基巴 就是基 就是已經開發的經濟強國 聯蘇俄 蘇俄是在1998年加入的 但是喔 現在已經被他們踢出來了 因為你侵入克里米亞 一侵入啊 我們七個國家 就不同意你來開會了 所以現在就變成G7 這個總共啊 有加拿大 英國 法國 德國 意大利和日本 他們緊急的會議啊 討論下一步的措施 就是啊 再來要怎麼處理俄羅斯 啊烏克蘭喔 我們常常聽到 但是我們不知道烏克蘭在哪裡 你不要以為烏克蘭好像很小 烏克蘭喔 是歐洲國家第二大領土的地方喔 最大的是蘇俄 第二大的再來就是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也很大喔 我們常常都認為烏克蘭好像很窮 烏克蘭喔是所有蘇俄裡面的國家裡面最富有的 因為他的科技發達最發達 烏克蘭喔 很奇怪 他這裡喔 住了兩種人 從這邊分開 右邊喔 東邊啊 通通住蘇俄人 西邊啊 通通住那個 西歐這邊的人 尤其這個克里米亞島 克里米亞島 幾乎都是俄國人 因為克里米亞島 是克魯雪夫啊 1954年的時候送給烏克蘭 俄羅斯啊 說他們烏克蘭的行動 是為了保護在那裡的人權 這個人權很重要耶 我們能夠告贏美國就是因為我們也有人權 這是克里米亞島 克里米亞島 也很發達 你不要認為他只是一個小島 他是大概喔 台灣的三分之二 人口啊 有250萬人 可見喔 比台灣還 稀疏得多了 鐵路喔 直接從烏克蘭一直通通到蘇俄 他這個是 優良的那個海港 很多優良的海港 所以才能夠照 航空母艦 照軍艦 他的面積喔 有27000平方公里 我們台灣才兩萬 3萬6000公里而已 6000平方公里 所以大概是三分之二 人口啊 大概是十分之一 就 prefers 負荷 尼承 這個地方 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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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萬 烏克蘭獨立以來 克里米亞他本來也是輸二的 但是克魯雪夫在1954年的時候 送給烏克蘭的時候 烏克蘭克里米亞也成為一個自治的 等於是自治的國家 但是他加入的時候 是說我們是獨立的 但是克魯雪夫那時候送給他們的時候 可不是這樣講的 這個是烏克蘭前總統 叫做維克 猶生科 猶生科本來是長這樣 因為被下毒 被下毒自豪以後變這樣 這個應該你們也有看到這條新聞嗎 應該是一兩年前 可能是說被蘇俄下毒 這是他 那個 那 克里米亞人在3月16號的時候 舉行 違背烏克蘭的憲法的非法公投 但是他們當然也說他們是合法的 為什麼是非法的 你在一個國家裡面 你自己在公投就是非法 他們以大多數的贊同票 脫離烏克蘭 要加入俄羅斯 這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的首都在基普 面積大概是台灣的17倍 人口只有台灣的一半 克里米亞島就在這裡 這是烏克蘭 整個烏克蘭是歐陸的第二大國家 我們一般的印象 烏克蘭的女孩子很漂亮 秘書長常跟我們講 以後我們要進口很多的烏克蘭新娘 其實烏克蘭的帥哥也很多 烏克蘭的帥哥也不錯 你看 進口不一定要新郎 新娘都可以 不一定說只有新娘能夠進口 新郎也可以進口 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基因 改變我們優良的基因 不要變蠢種的人 懂不懂 變蠢種的人 會變蠢的 這個俄羅斯 跟克里米亞是什麼關係呢 克里米亞 在歷史上 可以追溯到18世紀 凱瑟林大帝的時候 當時俄羅斯從奧斯曼帝國 手中奪取烏克蘭 還有南部的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所有的離海都靠這裡 整個海岸都靠這個來守 所以烏克蘭它最重要的工業都在這裡 俄羅斯是在1954年 把克里米亞島 贈與烏克蘭 他們分為烏克蘭語區 以及俄羅斯語區 就是剛好一半 這一半是烏克蘭語區 這一半是俄語區 阿克里米亞島 很像台灣 從古時候 就一直被其他的人種 占領 250年 就是西元250的時候 被割得人 376年的時候被凶人 第八世紀的時候被可煞人 1016年的時候被敗戰庭帝國給占領 1237年的時候被清查人給占領 最重要的是1237年被蒙古人占領 蒙古人打到歐洲就打在這邊 你們不要以為蒙古人 蒙古人他們絕對不會說他們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 知那人是東亞病夫 只有蒙古人才強大到可以打到歐洲 蒙古人絕對不會自稱自己是中國人 他們一定說我們是成吉思汗的後代 中國人還把成吉思汗叫為元太祖 那個都是往自己臉上貼金 蒙古絕對不是中國人 這個全世界都知道的歷史 在這裡1954年赫魯雪夫將克里米亞 由俄羅斯贈送給烏克蘭 贈送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我們的東西送給別人就是別人的 你不要說還想要要回來 東西既然已經送給別人就是別人的 這個觀念要有 你不管什麼東西你送給別人的 主權就在別人的手上 他要怎麼處理是人家的事情 不能說我送你這部車 你不可以借給誰開喔 那是不對的 你既然這部車送給別人 主權就在別人的手上 他要送給誰開借給誰開那是他的事情 不要誤會了 說人家送給你我還可以指揮他 那是不對的 你送給人家就是人家的主權 他明明就已經送給烏克蘭了 怎麼還可以要回去呢 對不對 所以國際法裡面也很清楚 既然是已經人家的領土 就不可以被侵略 這個就在21號那天的報紙 奧巴馬將在下週前往布魯塞 與北約領導人舉行會談 北約總共有28個成員國 你知道歐盟也是28個 其實北約就是歐盟 他們要研討對俄羅斯進一步的制裁 北約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這個組織 他們也定了條約 他們定條約 所以目的是怎樣 就是維持和平 最主要的目的 要共同努力維持安全 通過政治和軍事手段 促進歐洲大西洋地區的民主 法制和福利 保衛成員國的自由跟安全 這就是他的宗旨 他們絕對不會說 我們要擴大領土 要擴張領土 沒有這個道理 我們要知道 民事機構的框架 叫做政府組織 軍事機構的框架叫 軍事的代表 我們要了解政府 政府是民事的機構 政府的目的是什麼 不是來管理人民 政府的目的是來分配資源 要公平分配資源 為什麼 因為上帝說 聖經上面上帝說 我連小鳥 麻雀 我都餵他到寶 何況是寶貝的人類 所以每個人類都是上帝的寶貝 上帝絕對不會讓人類餓著 所以他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 就把所有的天然資源 絕對未得保人類 所以政府的目的 只是在分配這個資源 公平分配資源 達到分配公平以後 這個政府才有存在的目的 政府不是在管理人民的 政府是在公平分配資源 我們要知道 政府並不是只有一個 有民事政府 也有軍事政府 這個政府 也可以有流氓政府 也可以有影子政府 你們知道 謝長廷說他上的 做影子政府 也有合法的政府 也有不合法的政府 流氓政府 所以政府可以很多 政府不是代表國家 政府就是國家 國家跟政府是不一樣的 政府是受託單位 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可以委託這個政府來管理 你如果管理不好 我就再跟你換政府 這就是政府 不可以說 你一個政府管理下去 都不落台 為什麼 國民黨經常說 扁政府 馬政府 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政府 可以換來換去 你做不好 我就換政府 那如果國家呢 國家呢 國家是不可以亂換的 歐巴馬 下個禮拜要訪問歐洲 聯合歐盟 擴大對俄國的制裁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就是因為 有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可以反對你侵略別的國家 你一侵略別的國家 我就可以制裁你 這個軍事 有軍事代表 民事機構 就是政府之共 各位不要誤會 我們台灣只有一個政府 我們台灣有 現在有好幾個政府 有台灣民政府 也有馬英九政府 還有美國台灣政府 還有大日本什麼政府 所以 不要誤會 政府只有一個 問題是在於 你人民要選擇哪一個政府 這個 根據 1933年12月26號 19國 在烏拉圭開會 決定的一個會議 叫做蒙特維多公約 這個蒙特維多公約 所以他規定的很清楚 他說國家有權利跟義務 什麼是權利 什麼是義務 不要搞錯了 要做為一個國家 要做為一個國家 必須要盡義務 才能享全力 做為國家 應該具備四個條件 這個法人 第一個就是要有 人民 確定的居民 確定的居民 一定要有 一定確切的領土 而且要有有效的政府 更要能夠與他國交往的能力 作為一個家 也是一樣 要有人 要有住的地方 要能自己管理自己 而且要和鄰居交往 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家 不要像支那人 只要家裡有養豬 就是家了 要當一個國 不是在圍牆裡面打仗 在你的城牆裡面 殺來殺去 殺人妹口 就是國 這是不對的觀念 這四樣條件裡面 最重要的是人 為什麼是人 因為每個人都要吃飯 每個人都要住 要怎麼樣 看出來 你要買幾個便當 要知道你有幾口人 你如果問你的小朋友 問你隔壁的小朋友 小朋友你們家有幾個人 每個小朋友都知道 他有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哥哥姐姐 他都算得出來 不能說你的家有幾口人 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不能成為一個家了 這一點要記住 不能說 你怕你出去買便當 不知道要買幾個回來 這樣就很麻煩喔 我們一個國家 要知道幾個人 就是要由他發生分前開始 不知道要知道幾個人 有幾個居民 有幾個公民 有幾個是來刺激的 有幾個是流浪的 有幾個是來這裡 偷渡的 這個都要有一個 辦法齁 來發身分證 發居民證 發國民身分證 發綠卡 發ID卡 發護照 這都是在管理的名 我們很多人都一直問我 我們什麼時候要這個 這個觀念很不對 我們開始這間 就是由 發頭一段的 尚份證 開始 就開始在這間 開始這間 就是開始管理裡面 只是說 我們管的人所 還不夠 還在了解 因為每關一個人 有一個稅金可以收入 你人所如果不夠 你一個稅金就收入不夠 無法通常支持 一個政府 就是還在了解 從那個 頭一段的尚份證 開始發起 那天我們就開始 這間 只是說 我們還在了解 很多公司 在請經理的時候 它是沒有跟你說 我薪水要給你多少 對不對 你來我的公司 做經理 當開始賺錢 那天 薪水你自己打 有沒有 很多公司是這樣 很多公司是 我請你來做 總經理 薪水你自己打 我是負責 你賺錢 還沒有賺錢 他總經理 我請你總經理來 就是要給他賺錢 對不對 所以 薪水你自己打 那 在聯合國 在1946年 12月6號 那天也通過 國家權力義務宣言 這個是規定 主權國家 是國際法 它有規定 權力和義務 是國家的承擔者 所以你要作為一個國家 要承擔權力 還有義務 中國 實際上 一定是在 além的 你是在 一定要 使用 戰爭的權利 要戰爭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像兩個年輕人說 我摸你一拳 你摸我一拳 摸摸看什麼人姓陀 戰爭不是這樣 戰爭要很多主委 要很多政幹 很多飛機 很多飲料 很多食品 很多錢 所以主委都要為國會來 所以要戰爭一定要國會通過 你國會如果沒有通過 你這個政就賺不起來了 因為你沒錢錢 要戰爭要花很多錢 所以要戰爭之前要經過國會的動議 所以要戰爭一定要先選戰 這建政法規定的 不可以說法打就打喔 才說美國要打伊拉克 他會選 和伊拉克 在那四十八點以來 還是說在那兩天以來 三天以來 導航 不然我就開始自己去打 要選戰 不可以說我隨時就打 不可以這樣 國際法還要規定 建政要先選戰 也不可以說 行政議長可以選戰的 總統和國會議長才有辦法選戰 不可以說一個 行政議長就可以選戰 那都不對 也不可以說什麼 國防部長就可以選戰 不可以 歐洲人權公約 在1953年9月3日正式生效 他頂頭規定 禁止任何任意 除去任何人的國籍 而且任何人 可以自由的進入其國籍國之中 這就是歐洲的人權公約 台灣 我們這些人的國籍 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除去國籍 這件事情 英國 他有跟美國有出來抗議三次 在1976年3月23日生效的 聯合國人權兩公約 上面也是 他有規定公民跟政治 有權利的 他當公民 才有政治的權利 國民是沒有的 您不要以為你們領的 國民身份證 有什麼權利 國民身份證 是沒有選舉權的 也沒有罷免權 沒有創制 沒有副決權 沒有創制 公民才有 國民只是拿綠卡 拿綠卡就是居民 美國要選舉 一定要ID卡 是公民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 拿著身份證 國民身份證 就可以去選舉 那是他優待你的 他為什麼要優待你 因為有230塊 你每投一票給他 就有230塊 所以他會優待你去選舉 但是啊 等到有一天 你說馬英九下台 馬英九下台 他會問你 我為什麼要下台 你是公民嗎 你有資格罷免我嗎 所以他一點都不會怕 這個聯合國的人權兩公約 他包含經濟社會文化的權利 國際公約 在1976年都成為國際法 這個啊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灣人 如果是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台灣居民 所以要搞清楚 這個of跟on的關係 在我們告了美國以後 美國法院判我們五個 第一點他是判 的 the people of Taiwan 沒有國籍 也就是啊 of Taiwan的這些人 沒有國籍 他不是說 所有的台灣居民 沒有國籍 他是說 of Taiwan 這些人 沒有國籍 這是說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籍 沒有國籍 沒有國籍承認的政府 這個國籍承認的政府 才有效 不是自己承認啊 也不是你們自己人承認 你住在台灣的人啊 通通承認 馬政府 沒有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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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承認 他是馬政府 他是扁政府 只有在台灣的人啊 承認他是扁政府 馬政府 所以啊 他變成不是國家的原因 台灣喔 the people of Taiwan 生活在政治戀獄當中 為什麼 因為啊 你們不知道 你們沒有國籍 不知道自己沒有政府 不知道你們不能選舉 還去選舉 這個就是政治戀獄 政治戀獄喔 還包括 你也得了斯德格爾摩症候群 為什麼 因為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加害你 你也不知道 他是在維護他們 維護那些 農民 他們所謂的農民啊 就是逃難來台灣的難民 沒有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說 難民啊 會變成農民的 為什麼叫做難民 一個國家的國民或是公民啊 離開自己的國土 沒有辦法回去 不管什麼原因啊 都叫做難民 就像政府一樣 一個政府啊 離開自己的國土 回不去自己的國土啊 就是流亡政府 就像那個法國流亡政府啊 在倫敦 獨博政府啊 流亡在德蘭沙拉 以前中華民國啊 不是都教我們 西藏政府流亡在印度 對不對 那是在騙我們 在模糊啊 西藏人啊 絕不會說他們是西藏 他說我們是屠博人 屠博政府啊 是那個達賴喇嘛 他流亡在德蘭沙拉 他流亡在德蘭沙拉 第四點他說 盼啊 台灣仍在美軍的軍事佔領當中 這個從哪裡看出來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上面 他上面寫得很清楚 第五點他判啦 美國的行政單位 應該主動協助 the people of Taiwan 的人權訴求 什麼人權訴求 就是啊 要恢復國籍 要讓這些people of Taiwan的人啊 要有國籍啊 要有政府 這些the people of Taiwan的人啊 要有國籍成人的政府 第三個要脫離政治煉獄 而且啊 要遵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啊 舊金山和平條約啊 比美國憲法還大 舊金山和平條約啊 是那麼多國家 總共有52個國家簽署 在2009年8月6號啊 那些美國政府放棄抗辯權 因為我們提告了10項 這10項喔 他們不抗辯 表示通通承認 在10月5號那天喔 最高法院宣布啊 擱置本案 並要求政府要依 舊金山和平條約啊 規定的正確形式 啊為什麼要擱置本案 因為啊 the people of Taiwan的人啊 還沒有準備好 為什麼沒有準備好 美國政府機關跟法官問啊 我們都沒有看到台灣人啊 沒有半個台灣人 因為在台灣啊 每一個人都領中國的身份證 中華民國啊 就是中國 中國的身份證啊 就是中國人 所以啊 美國的行政單位啊 回答法官 我們根本就沒有看到台灣人 因為沒有一個人領台灣身份證 所以法官啊 就問美國政府 那你們要怎麼幫助他們 美國政府之後啊 第一個要辦身份證 第二個要訓練公務人員 身份證啊 要辦到四十億萬份 公務人員啊 要訓練四千個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啊 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就是這一張身份證 這一張身份證 才能證明啊 你是the people of Taiwan 才是真正本土台灣人 因為啊 上面寫的是台灣身份證 絕對不會說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這個就跟啊 英九等於英文 英文等於英九一樣 怎麼會等於呢 怎麼算都不會等於啊 奇怪他們怎麼都會說等於呢 英文會等於英九嗎 我實在一直搞不懂 還是中國字可以這樣唸 這個可以唸成中華民國身份證 還少一個字 有沒有這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要記得啊 國民啊 國民是沒有權利的 國民就是居民的意思 就跟美國的綠卡 綠卡啊 你要拿了多久以後啊 還要宣誓 成為美國人 要效忠美國 他才會發給你ID卡 才有選舉權 那你們知道 這張身份證上面有幾個密碼嗎 這張身份證齁齁 這裡一個號碼 後面還有兩個碼 後面一個碼是看得到的 另外一個是看不到的 在右上角 那是中國人做的密碼 你們自己看一看你們的身份證 後面啊 會有那個密碼 它是用烙印的 啊這個是什麼 這個啊 就是政治戀獄 一選舉喔 讓你看不清楚 根本不知道誰在選 中國人選的嗎 還是台灣人 他根本就不需要選 因為你去選也沒有用 你罷免不了他 我們要知道 這個人喔 是美國的傳教士 他叫丁偉良 在清國的時候啊 就是大清國的時候 清國皇帝啊 委託他翻譯萬國公法 翻譯了萬國公法以後啊 那個 板本龍馬 就借用了這個萬國公法 討回公道 萬國公法 清國人都知道 因為他們翻譯了以後 清國人啊 非常的清楚 全世界有萬國公法 所以啊 他知道國家不會被滅 但是啊 漢人不懂萬國公法 客家人不懂萬國公法 廣東人也不懂 河洛人不懂 所以啊 被滅國了 漢人早就被滅國了 漢人 漢人啊 就是滿清 滿清這個國家 他們是八漢人 他們總共有分八漢 他們常常教我們 我們是龍的傳人 龍的傳人啊 龍是蒙古跟漢人的吉祥物 絕對不是漢人 也絕對不是漢人 也絕對不是漢人的吉祥物 這個丁偉良翻譯的萬國歷列 就是萬國公法 就是清國 他的委託他 就是美人 就是美國人 版本龍馬 這是日本 日本的偉人 這個日本的偉人 他就是 利用萬國公法 打贏官司 因為啊 他做的這一家 一旅坡丸號 跟人家相撞 撞了以後 被撞成 他就依萬國公法 討回公道 國 國的法 對於外交社 這個重要的評輯呀 這 其中許洲觀念 adora方 中國人跟中國人都不知道 他們不懂得有權利 他只有皇帝才有權利 其他人都是皇帝的奴隸 他們中國原本就缺乏 就是慢慢學習來的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權利的觀念 法律是懂得法律的人才有用 你不懂得這個法律 這條法律就不會保護你 就是因為 河路人客家人廣東人 他們都不懂萬國公法 所以他們會去別國 中原就是他們說的中國 中國人特地不會說他們是中國人 蒙古人也不會說他們是中國人 所以啊 中國早就不會放棄了 早就別國了 所以他們現在說的威給這個什麼威 給這個北京威 北京威就是萬洲威 他們現在說什麼威 他們說給這個普通威 你不懂得說普通威就是國義 普通威是萬洲法 北京威 那如果漢林呢 漢林說什麼威 說賀樂威 說客家威 說賺黨威 就是中原這些人 中原這些人 已經別國了 因為他們不懂萬國公法 我們要知道說這條道理 祖國以來 蛇不勝正 會別萬國公法的人 就是正義的那方 正義的那方 就是正的 會別萬國公法的 不別萬國公法的 就是蛇獄的那方 所以英文都建書 這就是版本龍馬 版本龍馬 他就是利用萬國公法 賤贏 打贏冠詩 打贏冠詩之後 他背上比心的準還更好 為什麼他手都要插在這裡 版本龍馬的上 幾乎他的上 正手都插在這裡 因為他的腰裡面 唱一支唱 一支唱 一支唱 這是有原因的 這個版本龍馬 他小孩的時候 很會帶領 很愛哭 他的減損是他自己教的 在這個 黑減損的時候 剛才美國的海軍 馬修佩里 率領美國的鑑隊 來到這個 日本 他的譜貨外港 他們這個 很出名的巡兆 這叫做黑船來航 版本龍馬 就是因為有一次 在補塊博奏的當中 在那個房間裡面博奏 被化山 他說 在那個房間裡面 在割刀 拿太刀 很不方便 這個拿起來 就由他 讀到天花板 所以 在那個房間裡面 還是用小太刀 比較好 他就是因為 拿小太刀 這麼活命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他的形象是不均小結 永遠都走在時代的尖端 在那色來 亂鬥的當中 他要用小太刀 因為小太刀 才實用 才靈活 那個時候 當中在流行 都是太刀 大隻的這隻就是有這個太刀 這隻有這個小太刀 我們都說這個 武術刀 再來 他的朋友 他想說版本龍馬都在流行 拿小太刀 他的朋友就為什麼 拿小太刀來 版本龍馬 刷一隻穿出來 他說 現在不在流行小太刀 現在流行穿 穿 穿 哼哼 就可以拍胸了 你一隻刀 不夠看 所以 他的朋友 就趕快去買一隻穿 他的朋友又買一隻穿 來看版本龍馬的時候 版本龍馬 他跟他的朋友說 你那個又龍馬 因為 穿 只能打上你的敵人 我現在這本 萬國公法 可以振興日本 所以 萬國公法 這是好的 最有威力的 這就是萬國公法 這就是那時候 丁偉良所反映的萬國公法 我們聽比書長說過 美國總統 華盛頓 我一次把國會 不知道是華盛頓 什麼人 把國會 照一本 照兩本 照 一本就是萬國公法 結果 照百多年 還不行 因為美國總統 很怕 這本法律 這本法律 可以 關合 美國總統 所以 美國總統 很怕 這本法律 這本本龍馬 他是 日本的偉人 他 他 創造日本的第一間公司 第一間火車 那間火車 所以 龜山色宗 這是日本的第一間雙車 不過 他叫 暗殺 這個 偉大的人 叫 暗殺 版本龍馬 他 他 很奇怪 他的背上 長有一蟲 很濃密的 毛髮 小蕾孫 很會帶到 又是 軍事 不過 版本龍馬 很先進 他是日本 前一個人 帶新娘 去蜜月旅行 他是前一個 說 有日本國 這個關聯的人 所以 他用萬國公法 在日本 是前一個 打贏 官司的 就是用萬國公法 他在 船中 在 杜船的時候 把這八條政策 獻給國家 一向後藤 說出這八條政策 這就是 後來 日本的 明治維新 所以 日本 從這個八個政策當中 脫離貧困 從此 振興 所以日本 從那時候 強行 這就是 版本龍馬 日本 也 蓋了一間 博物館 在紀念 版本龍馬 其實 不是什麼 強大 的人物 我們 不要把 強大 當偉大 強大 不是偉大 會戰爭 不是偉大 什麼才是偉大 做對的事情 才是偉大 不是把事情做對 是做對的事情 這就是 版本龍馬的紀念館 這在高知縣 國際法裡面 包含這個 戰爭法 戰爭法 國際上是沒有這一本書的 你們不要到處去買這一本書 國際上沒有這一本 戰爭法的書 戰爭法 是綜合 這些 條約來的 戰爭法 有四個約束 有一個判例 第一個約束 就是海牙地勢公約 全部都在說明 戰爭的事情 這就是海牙地勢公約 還有日類瓦和平公約 紅石智慧總章程 有關戰爭的部分 還有美國陸軍總署 野戰手冊 總共有三千多條 這就是它的四個約束 構成戰爭法 還要參考美國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 所以戰爭法 你不要去外面買 戰爭法這本書 沒有這一本書 你跟外面跟人家講戰爭法 也沒有幾個人聽得懂 因為戰爭法是綜合這些理論 所推演出來 萬國公法 也很多是用自然法都推演 說到這個戰爭法 就是要宣戰 所以啊 宣戰 是戰爭法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不可以說 化怕就怕 一個國家跟一個國家要戰爭 是讓你住的事情 怎麼可以說化怕就怕 在第二次世界戰爭的時候 那時候 中國也是向日本選前的 但是問題就出在那裡 出在那時候 中國 總共有四個政府 台青帝國也向日本選前的 就是因為向日本選前 才戰爭 在港湖戰爭的時候 戰爭 才會用台灣 戰爭 日本天皇 這就是 選前 台青帝國 不是向日本選前的 慈禧太后的時候 向全世界選前 所以啊 他們去北國連軍 中國都常常說 全世界在他欺負 你知道嗎 他們說八國聯軍 都是在欺負中國人 但是你要想 你敢搶誰 你敢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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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人要自己打 你 都沒有這個觀念 在香港 實際上 他說四個政府 實際上是三個 因為那時候 萬洲國 是另外一個國家 那時候三個政府就是 就是 重慶的國民政府 跟延安的共產黨政府 還有南京 汪精衛政府 萬洲國就是府一 很奇怪喔 國民政府跟邊區政府 就是共產黨政府 他們向日本宣戰 就是向德意日宣戰 就是德國 義大利跟日本 如果是王敬衛呢 用美國 用蘇聯 用英國宣戰 所以喔 中國那時候全世界不知道要怎麼對中國 因為中國的一半人這一半人對德意日宣戰 這一半人對同盟國宣戰 全世界不知道要跟你怎麼戰 所以喔 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人 以後我們大家 我們這裡全是懂得戰爭法的人 懂萬國公法的人 懂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才會保護你 下官條約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馬官條約 條約喔 要簽署的時候很奇怪 你在什麼地方簽的就叫什麼條約 開羅宣言也是在開羅宣告的 發新聞稿宣告 下官條約也是在下官式簽的條約 才叫下官條約 可是中國人一直說那也是馬官不是下官 日本人說那也沒關係 那叫簽日苟河條約也好 可是中國人一直不承認他一定要說馬官條約 馬官條約就馬官條約吧 馬官條約是國際的條約 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 仍然有效喔 條約啊 沒有說可以自動廢除的 沒有哪一個偉人啊 可以廢除條約的 不能說啊 我單方面 廢除我們的結婚證書 我跟我太太啊 我太太明天開始 我把我們的結婚證書施匪 這樣才不可以 既就要等我太太同意 我太太要回家了 施匪才有效呢 對不對 條約也一樣 你條約啊 要廢除啊 至少對方要同意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對方都不同意你非什麼條約 還有人這麼偉大 還可以把條約廢除 按照灌國公法 台灣啊 跟台灣的周邊島嶼 已經由殖民地啊 提升為日本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啊 有什麼地方看出來 有啊 在台灣實施徵兵 行使參戰權 還有參政權 而且啊 在台灣實行黃民化 說日本話 啊 姓日本姓 可是你們可能又會懷疑啊 這個清國啊 大清國啊 以前也在台灣啊 實行滿化 不是漢化喔 是滿化喔 對不對 那時候台灣人啊 也留辮子啊 也綁小腳啊 也信中國的信啊 也有當中國的官啊 對不對 也有當清朝的兵啊 為什麼沒有變成他神聖的國土 因為啊 他還沒有完全征服台灣 他沒有征服高砂族 就是這一點救了台灣 因為啊 你把高砂族啊 也割給日本 但是日本啊 有順便啊 把高砂族征服了 高砂族啊 那時候 也跟日本人打仗耶 日本人 接收台灣的時候啊 很奇怪 你這個房子都已經賣給我啦 為什麼那個房間裡面 還住著一個人啊 那個房間啊 為什麼不是我的啊 你大清國啊 已經將這間房子賣給我了 為什麼那間房間裡面的人 都不搬出去 所以啊 大清帝國啊 不要連 皇帝很不要連 將那間啊 不是他自己的房間啊 順便賣給人啊 對不對 怎麼可以將你 後山順便賣給人 後山不是你的呢 對不對 後山如果是你的 你不可以賣給人 他就不要連 將高砂族的 傳統領域啊 全部啊 都掛給日本天皇 啊 所以日本天皇 剛才接收的時候啊 他也覺得奇怪了 啊 你台灣啊 都已經都掛給我日本了咧 是怎麼 哪有那些高砂族的 都不要聽話 所以啊 日本啊 要請那些 國際的專家 來研究 他就是請 美國啊 他的台西國 他說啊 我要請問你啊 台灣這些高砂族啊 是不是一個國家 是怎麼 台青大國 都已經將台灣掛給我 哪有這些高砂族的 都不要學獎我 所以啊 日本啊 研究了啊 美國跟他說 你們要參與我們一樣 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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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番一樣 印第安人一樣 要他征服 所以啊 開十年的時間 征服高砂族 征服高砂族了啊 給高砂族啊 有參政權 參軍權 所以啊 行使憲法 行使民治憲法在台灣 所以啊 台灣已經變成 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啊 日本天皇啊 將我們台灣生以內 生以內啊 我們這個兒子 沒有看你 想說選北部 你知道嗎 不能說北部跟你生以內 你這個北部我沒有 你這個北部 生做壞 我沒有 沒有那個道理 他既然跟你生以內 就是你的北部 不能因為他生做壞 你這個北部 你不成人 他是北部 這個觀念 怎麼會有 北部跟你生以內 就是你的北部 萬國公法 也是一樣 你客洋的簽 不是說 你早起簽的 啊 怕你還不算 不算 你早起簽完 你剛才結婚 結婚 去定規完 就準算了 不就說 我們不會同胞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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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完 去跟佛政事務所 寫完 就準算了 不能說 我們不會同胞 也不算 要知道才好 那中國人說同胞 其實 全世界的人 人 性跟愛是分中開 性 隨時都可以 愛不一定 愛跟性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 他們中國人 把愛當成性 把性當成愛 這一點很糟糕 他們叫同胞 就是結婚 同胞 不是結婚 合約的簽署 不代表 戰爭的結束 這點 我們要了解 你若是沒有收獄 雜盤一定要再簽一次 因為 條約 沒有處罰條款 你不能說 我台灣跟朋友 我掛給你那裡 我不守信用 沒生人 不只沒生人 你沒辦法 人家出發 問題是怎樣 要再戰一次 戰到你生人為止 所以 日本人很清楚 中國人 將來沒想要收獄 馬關掉獄 他將來沒想要收 所以日本人他們走 就都有準備 每一年 他們都要準備 一台的潛水艇 報費 潛水艇啊 只塞一年而已 就報費 你知道我們的潛水艇 要塞幾年嗎 我們那一台海農耗 塞三十年了 還在塞呢 日本的航空 潛水艇嘛 塞一年就報費 什麼原因 就是 他們要把它放起來 要放在槍口 等有一天要用 哪一天 再戰一次 因為塞萬要再戰一次 中國人 也知道 所以啊中國人 他們也是在準備 他們要換兩格好 我都說的 就是我怎麼在準備 原因就出在這裡 塞萬要再戰一次 啊 我們喔 對台灣要了解 要了解這個人下的切 一百七十年 李仙德 發表 一篇文章 對台灣 最重要的論述 這篇文章 就是什麼 台灣的高山族 是不是熟 中國的領域管轄 這個喔 他們美國人很清楚 因為李仙德是 美國的大使 美國駐廈門的大使 他在台灣羅法號 傳染的時候 再來處理 處理藍甲之盟 各位如果有興趣 上網查一下藍甲之盟 很簡單的 藍甲之盟 打上藍甲之盟 就可以跑出很多資料 李仙德 跟我們台灣的高山族 台灣族的頭目 牽著藍甲之盟 他發表一篇文章 就是說 台灣的高山族 不屬中國所管轄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怕你才有法度的人 歸日本 那不然 好像 台灣的西部 那時候 清國 已經有給台灣 參政權 參軍權 也行使憲法 照理說 台灣也是 神聖不可分割的蓮土 就是差在他 還沒有征服高山族 這個李仙德 他在廟下我們 台灣的土著 也就是高山族 寫得熱好 你知道嗎 這個李仙德 他曾經參加南北戰爭 他是屬於林肯那一軍的 就是北軍 來台灣 跟排灣族的領袖 卓其獨 交涉 簽訂那個藍甲之盟 這個藍甲之盟 也是條約 人家就是說 之盟不是條約 這為什麼條約 這個條約 現在放在美國的國會 他有這個藍甲之盟 藍甲之盟 藍甲就是 恆春那個燈塔 李仙德 記載 記載台灣的平埔族 跟原住民 體態健壯 外貌俊俏 行為勇敢 並且 獨實有禮 非常守承諾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土著 土著嗎 高沙族才對 土著怎麼會這麼多事呢 土著會有行為勇敢嗎 獨實有禮嗎 土著會有禮嗎 會守承諾嗎 會守承諾嗎 當然是高沙族才會 他們對於家屋 以及附近 整潔的程度 幾近一層不燃 這是李仙德他下車 他說我們高沙族 可以跟歐洲的模範農場相比 你看看我們的高沙族 多好 有什麼瓜葛 這就是李仙德 和碧麒麟 和陶德 他在考察台灣的時候 他那時候考察台灣的時候 還請台灣人跟他們更加 這李仙德 李仙德 他那時候跟 佐渡林的時 探討的時候 因為李仙德他的 倒裡的眼睛是藝眼 他這個眼睛是親密的 是一隻雞眼睛 在談判的中間 本來 那個牌丸族的首領 那個頭目 沒什麼要跟他講 他施展一個魔法 說可以將他的眼睛拿出來 看他的頭部 後面 噢 本土林 那個頭目 不信 你知道嗎 他就馬上是表演 中間的眼睛拿出來看 所以 他覺得很疑忌 就是這樣 李仙德還帶很多酒 給他喝 所以 談判順利 所以就牽了藍甲之盟 這個李仙德是美國的外交官 這是十門戰役後 排灣族 這個是排灣族的頭目 肘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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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 是他的表演描繪下來 這張就是政客 剛才是柳佩 因為 柳佩 看 這個 這個 是西鄉 日本時代 那時候他們政府高砂主廖 他們的戶口做得很上市 日本人在做事很上市 他們的戶口 寫得很上市 這個 福廣 他著名福廣不是代表你是福州人 福建人 庚州人庚東人不是 他說你會說福建月 福州月 會平平埔族人 著名福 你不記得 古山祖的怎麼說 不記得說母語 就是 他記這個福啊 不是知那人 廣也不是知那人 如果是知那人 他的記 清 清國的清 這是知那人 所以 你們回去看你們自己的父母 你們的日本時代的父母 不然就是說 上面 幫你寫一個福 一個廣 你就是福州 你們的祖先就是福州 不對 這是中國人 知那人 幫你教不對 他幫你騙 是他寫福 是平埔族 已經不記得母語 他就寫福 他寫福 他寫福 父母的上頭 住民清的 這才是知那人 我們很多人都 就是說 我們父母的上頭 誰福 誰殘族 我們就是中國人 不對 我們中國 我們從來不是中國人 這就是日本時代 日治時期的父母 他們寫得很清楚 這有殘族的 會說賀都會的 這有樹阿片的 這還有煮天花疫苗的 有打天花疫苗的 還有你們老爸有帶竊 那時候 竊很多 因為中國人 那時候 英國 有輸入的鴉片 給中國人吃 富的 就是會說賀都會的 瓶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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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會說客家的瓶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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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國民黨來把我們圖的 他如果著名是內 是內地 就是日本內地 不是大陸內地 不是中國內地 這個內是日本內地 這圖黑的有嗎 圖黑這就是種別 有時候他給你什麼惡 這火柱有沒有 焦的有嗎 這熟的 青的可能還沒煮的 這就是嘉蘭大駿的 嘉蘭大駿你知道怎麼去的 就是八田羽衣 這個日本人來臺灣 這是一個很偉大的工程 使嘉蘭平原 從此以後 大產到明 因為 嘉蘭大駿 他整個月很好的 他們日本人在整個月建設的時候 不是十年二十年 他們的整個月就是一百年 沒有那個二十年的幾個月 不是才 中國人說 這條路 開下去 沒關係 每年他就要更惡 不用起太好 中國人在起路 你看這條路起好 特地沒超過一年就開始惡 我們走的路 不再一天說沒在惡 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不是啦 因為日本人老了的金 他們還沒惡到 他們一天都還在吃 所以喔 他們那很久去找 每天都要惡 這喔 前幾天 好像幾年前的新聞 他說傳說解密 這是毛利人的準 毛利人喔 他說 來臺灣 他怎麼看到他們祖先的東西 聽 在 中年的十二月牧場 中央通訊社的新聞 他說這個毛利人來台東尋根 發現傳家寶 什麼傳家寶 他說喔 紐西蘭的這裡的師生 去台東尋根 在悲蘭魚子 發現毛利人的家傳寶 這個白兔 相當興奮 他說 哇 怎麼台灣說有這個 這幾 這個白兔 這個毛利人 說來臺灣 看到這幾 他怎麼跟我們一樣 這叫做研究 說毛利人的祖先 是從臺灣過 毛利人的祖先 是在五千年前 離開 臺灣 他們 開始是 進行跳島式的前途 他們都在 多數這樣 跳來跳去 黏著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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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這樣 這裡是臺灣 臺灣 繞來到這裡 又繞來到這裡 上門 說繞到哈威去 所以 臺灣是 南方語系的 發源地 毛利人的發源地 來到這裡 整個太平洋 這是他的學生 學生說 喔 這個鴨子 在臺灣也看到 因為這是他自己 帶來生苦的事物 在臺灣也一樣 這種 所以說 他們祖先 說在臺灣帶過 這玉器說 很小工 這 就是在防老鼠的 這在放桌子 有這四塊 酒幫 整個腳 把它塗起來 尿刺 就爬不去 所以說 他們那裡也是用這個 所以一個 看到說 很清潔的 這就是我們家在用的 根據 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 這個生物學博士 傑夫 前博士發現 他說毛利人的起源 基因 就在臺灣原住民的身上 臺灣原住民的身上 有兩條 對於酒精反應的基因 其他的民族 只有一條 所以 我們的原住民 我們的高砂族 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有兩條 酒精基因 所以 他說 為這個酒精基因 可以追查到 臺灣 這些原住民 就是 我們這個 高砂族的 對嗎 只有一條 這項 恰恰與毛利人 相同 就是 因為只有一條基因 所以 對酒精反應 比較沒有那麼強烈 只有一條基因 所以 不會醉 有兩條基因的 才會醉 中華民國 都一直跟我們教 說 臺灣 有14宿 最後還說 多一宿 有這個不滿族 不滿族 才15宿 其實 我們臺灣 總共有21宿 有平埔族 凱達哥蘭 道卡斯 百普拉 百十海 還有少族 茅武拉 紅雅族 西拉雅 蠻蠻族 甘蠻 馬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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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平埔族 高山族 有十族 平埔族 有十一族 高山族 有 塞夏族 太陽族 太陸閣 阿美族 周族 布隆 盧凱族 北南族 台湾 這台湾族 是在南嶼 這項相片 就是 臺灣 我們的國債 喔 國債 開發工業區的電款 六百九十三億 金融重建基金 兩百七十八億 軍人保險 四百七十五億 中央政府負債 四兆四百零七億 這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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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中國人 就要認 你領他的身份證 你就要認 因為 他這些負債 都是要 他要為你的身份 頂上頭 替你押回去 他不可能 為中國 帶你來 背這裡 這就是 我們要付的 建政責 到現在 我們還沒付完 還要付建政責 因為 我們建書 啊 我們建書 要成年 不像中國人 叫他押過去了 還不成年 還認為說 蒙古人 是他的元太祖 清國人 是他的清太祖 人家把你親的國家 把你押過去了 你還要叫人 阿祖 真的是 欺師滅族 這個人 大家都拜託 這個人 這個小英號 這個 他講一句話 很出名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已經不是外來政權 我要去問一下 這個 英文 是不是等於英九 英九 是不是等於英文 兩個人 是不是已經合成一體了 叫我們 打賣這個 不公不義 現在有打賣 有一個打賣 有一個打賣 公平正義呢 打賭 其實 叫我們幫他養小豬 這隻豬 他總共養了多少 養了兩億多 沒有 他有說要拿賣給民進黨 大家 吃量 沒有 我們走之後 我們靠到 講到這個豬 謝謝 各位同心 請稍後一下 就是現在要宣布 等一下分組討論的位置 新竹州在五樓教室的前半段 然後高雄州在五樓教室的後半段 然後宜蘭州在 辦公室對面的會議 就是 繳飛樹對面的會議廳 然後 其他剩下來的 同心在咖啡廳的地方 所以請各位同心現在可以開始移動了 謝謝